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赵婷 很高兴呢 要来跟大家来谈谈 就是后疫情时期呢 这个唯老的都根 城市绿建筑的新的永续平衡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个绿建筑 其实也跟我们的防晒啊 这个隔热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很高兴呢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易高应用材料的 这个总经理杨修生 杨总经理 总经理你好 你好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来谈谈 就是说你看 现在天气好热对不对 有时候早上七点多起来 太阳就在家里头了 甚至像我们家里头啊 在这个养狗的时候啊 都很早就要赶快 把他出去晃一晃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现在很多人 在大家家里的时间拉长了 所以就意识到说 其实我们家里头 一定要弄得很好 很棒 可以隔热 又可以舒适 所以呢 是不是在这方面呢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啊 其实我们 在发明这个产品的时候啊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们 我也是出国 那时候 没有疫情嘛 就出国去 巴厘岛的时候度假 然后就租了一间玻璃屋 然后全部都是玻璃 然后晚上可以看星星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星星 然后看海 好浪漫哦 是啊 然后就是 但是整个玻璃屋 有一个很大缺点 冷气怎么吹都不会冷 然后还蛮痛苦的 后来就想说 其实这样子的需求 在东南亚 或者是在台湾 我们就是台湾人 习惯的这种房子 住宅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应用 就是大面窗 对 我们希望看到 很好的风景 然后视野很好 那这个东西 它跟节能是 背道而词的 就是说你窗户开得越大 其实很容易 让阳光直射进来 然后热能 就直接进来室内 那自然要用空调去 处理它 就会变得比较耗能嘛 那所以你要舒适 要兼备的时候 你就得要 就是要用一些 特殊的科技 那我们就发展了 这样的一个材料 它可以很透明 然后同时 把热的部分做主角 就像绿光镜一样 就是把热的部分 过滤掉 那留下你眼睛 看到的光 红尘黄绿蓝电子 都可以进来室内 可以看到 很好的风景 所以其实这个 是要专利的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 它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其实搞不太清楚 我们隔的东西 是隔到什么 就像 有些人说 我隔了 像我有一次 带了一个朋友的墨镜 我带了那个墨镜之后 我去看那个 电脑当中的数字 我发现我看不清楚 后来我把墨镜拿掉 才看清楚 表示那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 你跟那个隔热的一些 有关 对不对 有的是会隔到一些 你不应该的 它其实就有安全性的问题 你刚刚讲到说 其实它是可以把 光源这些都进来 但是它却可以隔热 对啊 您刚刚讲的那个逻辑 就是像半导体 在石科的时候 它是用到这个技术 就叫光扎 就是你戴了一个眼镜 戴到眼镜上 可是你看不到外面 对 把你的视线都挡掉了 可是你看 机关远远看的时候 还是透明的 它就有点像隐形的 这样子的做法 那我们的做法 也是类似的原理 我们是把红外线 阻隔在外 那大家会说 红外线是什么 那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热 你在它火旁边 它会感受到那个热能 那你就会感受到 它的红外线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 阻隔了以后 你就会看到 有火光 但是不热 这种感觉 哇 这样很棒 你还是看得到 但是不热 对 把红外线 这个赶到外面去了 就对了 那女孩子很担心的 紫外线 同样的逻辑 也是把它阻挡 那所以你只留下的视野 然后不会有热能 不会有紫外线的伤害 那你就等于说 是一个完美的 这个建筑用的玻璃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紫外线 对我们的伤害 会老化呀 致癌啦 或者是会有暗沉 对不对 而且现在 整个臭氧尘的关系 其实很多人 会非常非常的害怕 是啊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通常 在家里都想要 呃住的舒服一点嘛 你就会用比较好的建材 对 室内装修的材料 嗯 这些材料 其实都很怕紫外线 因为紫外线就是老化 不只是人 家具啊 这些装潢都很怕紫外线 那你如果把它能够挡在玻璃上 嗯 其实它室内的这些装潢 家具就会可以 使用碾线就会拉长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防晒隔热玻璃 那呃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因为现在这个很多地方都要围绕都根的这个议体嘛 嗯 那除了都根之外 很多绿建筑建案 其实他们也是可以使用这个防晒隔热玻璃 对 在过去的十年啊 其实很多大楼使用的建材就一直在更新嘛 嗯 那过去的十年 他们可能选用的建材没有这么的好 嗯 那但是它可以用什么方法 它可以用空调的方式 我们发展变频的技术 嗯 让这个使用用电量可以节省 嗯 可是回到原点 原点其实还是重点是不要让热进来比较好 所以现在整个呃 维老都根的设计跟绿建筑的设计都 着眼在整个建材的呃 能够阻绝热能的这个技术上面 也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碳中和嘛 碳中和哦 或你灵碳经济就是所谓灵碳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很舒适 我不需要开空调我就可以达到很舒适的这种生活 嗯 那那这个技术就在建材上琢磨 那所以政府会规定你使用玻璃你必须要得到什么样的系数 然后能满足这个这个功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主动式的把热能挡在外面那自然对消费者来说其实他是可以节省用电的嗯 那毕竟台湾也现在的缺电状况其实一直平凡发生嘛 如果每一家人都都能够节约用电的话其实这个效益是很帮助很大的啊 嗯所以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可能想要调整家里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就是说家里好热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调整的话其实不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资讯啊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谈谈就说我知道刚刚都讲了隔热玻璃嘛 那隔热玻璃之外其实还有所谓的防晒膜的产品 那等一会儿跟我们分享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今天邀请到的是义高应用材料的总经理杨修生杨总经理 那总经理刚跟大家谈到了就说其实呃我们的房子从以前开始慢慢的随着年岁的增加 其实有一些房子为老啊都要去做一些处理 我知道不管是在为老还有绿建筑还有都更岸的时候 其实都使用所谓的防晒隔热玻璃很多人使用嘛 那除了防晒隔热玻璃之外 我知道还有所谓的防晒膜产品啊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吸血鬼之盾防晒膜对吧 跟我们讲一下吸血鬼之盾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 对这个应用其实层面很广 不但汽车建筑都可以用 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吸血鬼最怕什么怕光 怕光的什么怕光的紫外线怕光的热 那如果像现代人像我曾经去俄罗斯 那我看到那个圣彼得堡这个城市里面 每个人长得像吸血鬼一样 比如说夏季的时候 大概可能是它最常日照的时候 一般的时间一天大概只有三小时的日照 等于说几乎都没有日照的情况下 人的状况大概就是惨白的嘛 那就像吸血鬼一样 但是很多像包括我啊都会很注意防晒啊 所以在紫外线的这个部分的防护就要加重很多 那重点是我们不要热 同时不要紫外线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选用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让取这个名字 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比较深刻这样子 对 然后也记得它的功能 这个记忆真的很深刻 就是我们有看到光线 但是我们又不会变黑黑的 对不对 不会晒黑 是 那刚刚我们讲到就说这些东西是产品很先进嘛 所以不仅是像是绿建筑啦 或者是说在国外 其实你们也获得了好多的认证是吗 是啊 就是其实我们的技术它除了可以节能 消费者可能得到很多资讯 很多的品牌也都能够节能 那差异在哪里 其实关键点在于它的清晰度 清晰度所谓的清晰度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用了这样一个材料 这个技术 那如何让消费者感觉它不存在 它保持了原本的视野 然后但是热跟紫外线都没进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那我们在东南亚国家 其实有很严苛的认证 包含世界各个大厂牌 都去争取这个标章 其实我们台湾是第一个通过认证的 然后整个东南亚国家很热嘛 所以他们对这个部分的规范都很严格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拿了很多的奖项 对啊因为我其实看你刚刚讲到东南亚 我就讲到新加坡对不对 我看到那个案例啊 就是你们新加坡他有在看 就是他的用电还可以节省 节省很多的用电呢 这个其实很血淋淋的 就是你做了以后这个案子 他会记录他们的那个用电电费单 是每个月都会记一张单单 然后你比较上个月比较去年同期 用电量怎么样 然后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做法 但是他就会画一个图表给你 然后我们的客人很有趣 他就是贴了以后 他发现我电费单下个月就马上省了10% 然后他算一算 我只要两年半我就回本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很酷 你们还会把那个饭店 比如说高雄的很顶级的饭店的两个客房 有的有贴 有一个有贴 有一个没贴 然后你们来看那个温度 对 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要证明的 其实我们是要想要证明说 我们的技术是真的可以在用电上节省 那这个技术同时被我们都知道 就是做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公司 做电动大巴的公司 他采用了 他结果他呈现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可以增加他10%的续航力 哦 那可以省了 你看我的电池用电节省了 那我电池的重量也省了嘛 那我这一张薄薄的膜贴上去 他可能增加几百克的重量 那他其实 但是他换回来的 这确实是10%的续航力 那其实是很有很有经济价值的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要环保嘛 对不对 就是不要浪费资源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是啊 所以你们在这个隔热 呃 节人的建材上头 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啊 那不过我知道 刚刚讲到了嘛 就是玻璃啊 隔热玻璃啊 甚至吸血鬼之钝防晒膜 你们现在好像还推出了奈米银抗菌膜 抗菌膜 这个就不是隔热产品吧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多东南亚的客户啊 以前 疫情严重嘛 他们希望说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推广这些产品了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就说 没关系 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技术 然后我们就建议他们在疫情的时候 需要很多公共建筑的这些防菌 抗菌的这些 就是应用嘛 那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的 耐敏抗菌膜的应用 让他们的使用上很方便 那包含像比如说 大楼住宅电梯 那每个人住户都会去碰那个电梯啊 可是很危险嘛 但是万一有人生病了 你就会被传播 那是一个传播媒介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科资化的这种各种电梯 都可以应用的抗菌膜 就贴上去 它就可以两周的时间 就可以持续24小时 每分每秒的抗菌 哇这么厉害啊 对对对 所以你们应该要研发口罩 对口罩其实你每天抛弃 它就已经有这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阻绝90%以上的抗菌嘛 那你重点是在每天更换 耐敏的那个抗菌膜也是 就是它可以保持两周的时间 不需要去做防护 其他的防护 它就可以维持那个功能 但是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两周后要记得更换这样子 哇这个很棒 我觉得很需要 你刚刚除了讲电梯之外 你知道吗 像小孩子啊 以前视讯上课 现在家长没办法了嘛 以前都会管制什么iPad啊 电脑啊 那你说iPad 它就是手上 它就是手上点点点点点 对不对 所以那个如果说未来有发展到什么 触控平面的荧幕 或者贴一个膜上去的话 其实家长就比较不会担心 因为它是抗菌的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满足 就是我们有出 像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跟电动车的大厂牌有合作 那就会它的中控的触控荧幕 我们就有出专用的这个 触控荧幕专用的这个抗菌膜 那它就可以应用在手机啊 或者是你的平板 包含这个桌面也可以应用 哦 对对对 哇 所以很棒啊 你看其实疫情对很多人来讲呢 真的是很麻烦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你们才会研发出更多的特别的产品 那今天非常谢谢呢 这个抑菌应用材料的总经理 跟我们谈到这么多 我想有时候你会觉得家里很热 可能是跟家里的建材也有关系 或者说跟家里头怎么样的去 比如说隔热的配置啦 玻璃的配置也都很有关系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更多讯息的话 也欢迎大家呢 在这个上班时间 打我们的中广客服专线 02-2500-5566 02-2500-5566 也谢谢杨修生总经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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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